好 喔 你這個 十字刃帶 前十字刃帶 斷掉了耶 你這個是怎麼發生的啊 嗯 是我三月初的時候 去台北比賽 拍球比賽 然後是在那個跳躍的期間 下來的時候 這個可能 重心不穩 然後膝蓋去管道這樣 那事情發生當下就是 我也不能走過嘛 那後來也有去醫院看醫生啊 那請醫生去做一些評估 那醫生給我的建議就是 如果之後要重回球場的話 就是要做開刀 然後 十字刃帶的重建的手術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是 評估一下 然後決定可能先做個 術前兩個月的復健 那後續就是再安排開刀 我是維浩 歡迎收看我的復健記錄 放鬆偷懶 壓量行 復健運動最不行 大家好 我是士義 我們這一集要聊的是 術前復健的重要性 術前復健的重要性 除了是在你受傷之後 能把你的腳的疼痛 以及腫脹降到最低之外呢 受傷之後 它會影響到就是兩邊的肌 兩邊的肌力會非常的不平衡 尤其是受傷之後的腳 肌力會變得比較弱一點點 那加上你受傷之後 腳會開始有點腫脹 所以呢 我們在做術前復健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第一個先把你的疼痛 以及發炎降到最低 再來就是 幫你把你的腳的肌力 兩邊的肌力 拉到一個比較平衡的狀態 讓我們在術後之後呢 我們肌力 因為術前已經有練了 所以等於說 我們只是在把它 做一個喚醒的動作 這樣在你之後的術後的復健 進度也會比較快一點 上一集有講到四個重點 那我們這一集 一樣有 四個重點在開始復健的時候 第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一樣要把我們的發炎 以及我們的腫脹降到最低 第二個就是 我們要改善我們的關節活動度 不管是伸直的 還是彎曲的 這兩個都蠻重要的 第三個是 增加肌肉力量的同時呢 初期是以 必鎖練的動作為主 那我們後期可以慢慢加入一些 開放練的動作 第四個 是奔體感覺的訓練 好我們術前復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檢查我們的膝蓋有沒有伸直以及彎曲的程度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尾號他的這個膝蓋 也是我們左邊的膝蓋 也可以很明顯 你看喔 我用我的手 可以很輕鬆的放進去 他的膝蓋 窩裡面 代表一件事情 有沒有很輕鬆 有沒有很輕鬆 很輕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另外一邊 他的膝蓋有沒有 沒有也是一樣 好我們看一下另外一邊的膝蓋 右腳的膝蓋 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我用我的手 基本上 要進去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非常困難 從這邊 要出來 也是 蠻困難的 對 就基本上過不去啦 來 你用力伸直 他在用力伸直的情況底下 他的後邊 我基本上是進不去的 不是進不去的 我的手是進不去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壞邊 用力伸直的時候是怎麼樣 左邊 用力伸直是怎麼樣的狀況 用力伸直 我進來了 我又出去了 進來了 我又出去了 好 可以了 那些人看到 他有一個非常嚴重的 這個我們叫做 曲曲軟縮 那我們要趕快 把這個狀況降到最低 所以我們在手術之前呢 我們盡可能的 要把我們的腳 給壓直 那怎麼壓直呢 非常簡單 你可以用 沙包 放在我們的 這個 這裡 病骨的下方 這裡 往下壓 這裡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拿一個比較重 重的物體 假設我這是一個沙包 沙包放在這裡 慢慢的 讓它壓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種 比較激進的方式 好 我們當然有一些比較 激進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呢 我建議你跟你的治療師 過後再 開始使用 那我們可以找到 一個塔地帶 跟一個狐狸 或是一個比較重的物體 然後就掛在 尾號它的 病骨下方的位置 好 放著 好 病骨下方的位置 好 掛著 那就這樣 讓它垂放 那 一開始 沒有什麼感覺 大概會掛到 一至兩分鐘之後 開始會有一點點痠痠的感覺 對 那這個都是正常現象 那我建議呢 掛兩分鐘 休息一次 休息一分鐘 那我們來回 來個五分鐘 對 只是十分鐘 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比較 激進的方式 用這個 彈力層跟狐狸去代替我們 正常的沙包壓腳 好 接下來要加油這個動作叫 病骨滑動 我們病骨呢 是在膝蓋上方的這塊骨頭 這塊骨頭 會影響到膝蓋 彎曲以及身子的角度 那這塊骨頭呢 如果它滑行的越好呢 就代表說 你的 彎曲以及身子的角度 就比較不容易受限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教各位怎麼做 我們把我們的病骨 抓住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尾號兩邊的病骨滑動程度為何 我們先抓 左邊 這邊 就是壞腳的病骨 好 我們先做左右 好 滑動 好 不過可以看到 其實它左右還不錯 回頭嗎 太好 好 接下來我們換上下 它上下就感覺有點卡卡的 推的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滑順 這樣會痛嗎 會 由下往上推的時候會痛 由下往上推的時候就會痛 好 這是它的左邊外角的部分 接下來是右邊好角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要放輕鬆 好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右邊好角的部分 其實蠻順的 比較好順一點 上下的部分 它上下的部分又更順 基本上我要把手指頭 它就能滑下去 好 好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知道 尾號的這隻 上下的部分 會比較卡一點 那我們回去的時候呢 就可以 上下 左右 各做十回合 好 接下來要看一下是尾號的 膝蓋彎曲的程度 那像我們 食證帶受傷之後呢 我們膝關節的彎曲程度 通常都會受到影響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 右邊好角 它的膝蓋彎曲程度是怎麼樣 好 我用力 好 幫你往下彎 好 幾線嘛對不對 對 大概是兩個指頭 兩個指腹 左右的菌 好 這是右邊好邊 那我們左邊外邊 一樣 好 如果等一下會痛 就要跟我講 好 很痛 很痛 會痛 我們看一下 一顆 兩顆 兩顆 兩顆拳頭的菌 這樣子 好 如果你有發現你的膝蓋的彎曲的角度 開始缺少的時候呢 那我建議你 就要找物理治療師 來幫你看 判斷一下你這個膝蓋彎曲的角度 是不是已經開始有點落後了 那如果有開始落後呢 就可以做我們一下的動作 那我們這個動作呢 是增加膝蓋彎曲的角度 那非常簡單 我們回去找一條毛巾 或是一條比較沒有彈性的東西 那我們不要找彈力帶喔 我們找比較沒有彈性的東西 毛巾 或是手帕之類的 比較長的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請為好 幫我們示範一下 怎麼 增加我們膝關節彎曲的角度 來 先把膝關節彈起來 好 來 手 放上來 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用你的手 拉 對 你會感覺到非常緊繃 好 那這個 就是增加我們膝蓋彎曲的角度 嗯 對 OK 會痛嗎 很痛 放掉 好接下來要講的是 跟深蹲有點類似 但是我們在肌力訓練的過程當中 如果都只是做雙邊的運動 那通常呢 會造成我們的另外一邊的好邊 它會壓力越來越大 我們的壞邊 越來越壓力 越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人體有一個機制就是 我們會傾向以很輕鬆的方式去執行一個動作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壞邊都沒訓練到 一直練到好邊 這時候我們就要練習一個叫做 一腳前一腳後的 起立蹲下 好 怎麼做呢 很簡單 把我們的壞腳 後放 把我們的好腳 向前一點點 好 這時候我們 手放胸前 然後執行一個跟 深蹲起來很像的動作 等一下重心放這邊 然後站起來 哦 就稍微難一點 下去 然後 再來 上 對 你的重心盡量在你 左腳 下去 那當然你可以再 如果你覺得太簡單 你可以再把你的好腳 再往前一點點 那甚至呢 再增加一點點難度 把我們的腳尖 翹起來 好 就有點難了對不對 好 下 好 下 好 下來 我們來問一下圍號 你翹起來腳會不會疼痛指數 疼痛指數 疼痛指數怎麼樣 這樣 比較痛 比較痛 如果0分到10分 疼痛指數 這個差不多5分 6、7分 好 如果你在家裡面 你發現 你在做的時候 你的腳翹起來 做這個比較難的動作 你的腳疼痛指數有到6到7分 這時候就要注意 這個強度應該是設定了過強 你不應該有這麼強的設定 那我們可能就要再往後背一點 然後再執行這個動作 所以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要非常小心強度的設定 如果你覺得太簡單 我們當然要把腳往前一點 但如果你的腳開始痛了 我們一樣把我們的腳往後一點點 接下來要講的這個動作叫登階運動 大家家裡面應該都有很多階梯 那在上階梯的時候 有的人會顯得特別吃力 尤其在受傷之後 那我教各位這麼樣安全的 做一個登階的運動 這時候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腳 我們的壞腳放上來 左腳 好 放上來之後呢 我們的左腳 記得彎曲的時候 然後伸直上來 對 記得要重心轉移 然後下去的時候也是一樣 先重心轉移到我們的 左邊 然後膝蓋一定要彎曲 彎曲 然後再來下來 好 那有的人會怎麼樣呢 有的人會這樣子 上去的時候還OK 但是下來的時候 他用他的身體的重心 向後這樣 這樣就沒有電到 有沒有 這樣的膝蓋受力的程度就有差 你看上去 下來的時候就這樣子 直接放 好 這樣就沒電到 所以下來的時候盡量吸壓完全 上去 下來 好 這是第一個方式 第二個方式是 起來之後 加一個單腳杖 上去 重心轉移到這邊 上去的時候 這邊抬起來 撐住 好 然後再慢慢的下來一樣 往曲下來 再一次 上去 慢慢的往曲下來 好 好 這是練上樓梯的 那當然下樓梯呢 我們就相反 好 我們現在先站上來 上樓梯也是一樣 上樓梯的方式 等一下右腳呢 腳尖盡量不要往下踩 盡量勾起來 好 然後我們另外一隻腳呢 我們做一個一樣彎曲 好 碰到地板之後 碰到地板 碰到地板 好 然後再扣回來 然後再一次 腳勾起來 下去 碰到 然後就拉回來 對 好 那我們跟剛剛一樣 我們做一個 經濟獨立 下去之後呢 碰到 拉回來經濟獨立 對 再一次 下去 拉回來經濟獨立 好 然後再回去 下去 下來 好 那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動作 加起來就變成這個樣子 上去經濟獨立 下來 腳跟碰地 上去經濟獨立 回來 腳尖碰地 這就是一個 登階 運動的一個 流程 那當然還有側向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 其他的 那我們這邊就 不多加贅述 那這些是 在家裡面可以做的 最簡單的登階人活動 然後接下來這個動作呢 如果你家裡面 有這種平衡墊 或者是 你家裡面沒有這種平衡墊 你可以採一些比較 平面 比較軟的球 或者是採枕頭 都可以 因為主要目的就是要破壞 我們逐步的本體感覺 那進而 達到我們訓練的效果 那我們這邊剛好有一個 平衡墊 那我們請尾號幫我們再上來 執行的過程非常簡單 我們爆胸 然後將我們的好腳抬起來 然後我們保持 30秒鐘 這對於一些 靈感很差的人來說 這動作其實是蠻難的 所以如果旁邊有人 要稍微看著他一下 因為我們韌帶斷掉了 他的穩定度 通常會比較不夠 那我們用這個方式去訓練 我們的腳 腳的本體感覺 以及訓練我們 腳的穩定度 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訓練 好 生死表到了 等一下 好 如果家中沒有這些 平衡墊 或者是你覺得採枕頭 有點不安全的話 有一個方式 可以有一個替代的方案 那就是 一樣爆小 好 一樣好腳抬起來 這個時候呢 加入一個 眼睛臂上 這時候一樣有訓練的效果 那有的人會做得很差 臂上 我們一樣30秒 有點難 有點難 沒錯 這個對於平衡感很差的人來說 搞不好這樣才是更難的 好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可以放下來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這個比較難的動作 叫Lunge 那這個動作呢 避免大家 太快的去執行它 因為這個動作 對我們的膝蓋穩定度 要求比較高 所以我會建議呢 先把前面的動作都先完成 如果 疼痛指數 腫脹程度 以及你覺得記憶 都還OK的狀態底下在執行這個動作 好 我們請尾浩的好腳先往前看 壞腳往後看 這時候呢 壞腳的腳尖 盡量墊起來 墊起來 墊起來之後呢 等一下呢 我們蹲下去的重心是 骨盆 正中心朝下 所以你不要做 譬如說 示範一個錯誤的示範 如果你的重心比較向前的話 做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這樣 幫我重心向前 這樣子 這樣就不太對 好 起來 再一次 這樣就是重心太朝前了 這樣就不太對 我們重心應該是往 骨盆的正下方 所以我們要蹲下去的時候 這隻腳要讓彎曲 然後這隻腳要彎曲 然後這隻腳要彎曲 來 放我再過去 然後上方就是正 蹲到這邊 然後就起來 好 再一次 蹲下去 我們換邊也是一樣 尾哈 換邊 敗腳在前 好腳在後 跟剛剛的動作都一樣 好腳 腳尖 腳跟墊起來 好 可以再寬一點點 好 等一下我們重心一樣朝下 下蹲 盡量呢 我們的膝蓋 不超過腳尖 這邊 好 可以再上去後面 下去 好 再 這個對於 這個動作對於穩定度 以及肌力的要求 非常好 所以建議大家 在前面的動作都完成之後 不會疼痛 以及腫脹 再舉行這個動作 最後再跟各位複習一下 素前復健的幾個重點 在運動的同時呢 盡量要避免腫脹的加距 如果你在做素前運動的時候 發現你的腳越來越腫了 那這時候就要檢視一下 動作的正確性 以及動作強度的設定 練肌力的時候 要以穩定型的必鎖鍊動作為主 後期可以慢慢加入一些開放鍊的動作 最後 膝蓋伸直 以及彎曲的角度 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生殖 很多手術的醫師都很看重 生殖這個角度 好 祝各位 復健愉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